12日大秘密的31岁生日 娱乐圈分点给她送生日祝福的明星 真的是很多很多 首先是女儿小诺米 在刘凯威的帮助下 为妈妈制作了一张生日卡片 然而也算是合力打破离婚传闻了 然后是唐嫣等姐妹们也请刷刷的送祝福 还有刘亦菲为其更改微博头像的祝福 热闹了一天 杨幂刚刚在微博上发文 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 于是用说大的红包钱去买了个热狗 然后送上几张照片 已经今年最特别的微信祝福 并配发图文 有杨幂吃热狗的照片 还有大秘密万年不变的半边脸照 还有黄小明夫妇以及张大大 送给杨幂的鲜花 话国送到手上 心意真的是满满的呀 最后一张是来自搞笑担当的沙翼 内容真是最搞笑也最个性 看截图 沙翼明显是把生日的时间记错了 居然跑去问了 还有那个星座 你没听过曾亦可的七月份的尾巴 你是狮子座吗 真的太不在状态了 你看连张大大和黄小明夫妇的 跨国鲜花都自愧不如了 总之杨幂的这个生日 虽然不在国内 但过得照样很细心 很开心呀